有没有试过中山有名的滋润养生鱼甲汤呢? 煮法过瘾,吃得兴奋的吹脏鱼虾系,你有吃过吗? 再带你品尝足鳥鸡煲翅和花菇大鸟芯的名贵菜式 还会安排入住国际品牌酒店,吸你享受五星级的家 跟大韩假期,你就可以享受到 这次我们参加的是港珠澳大桥系列的中山两天团 集齐人之后,马上出发 在车上,珍姐还向每位团友免费提供国内的电话数据卡 我们由港珠澳大桥出发,很快就到了珠海了 还见到一班大韩假期的同事,欢迎我们 今次接待大家的有两位导游 男的叫阿韦 女的叫彩虹 上车之后,阿韦就向大家介绍今次的行程 第一站,我们到了中山食羽甲很出名的餐厅 首先出场的是石旗脆皮妙龄甲 是中山有名的特色名菜 肉质比一般羽甲更香嫩 很多人特意来排队买来吃 第二道菜是秘制炆鸭 加入上汤和配菜,每一位团友都吃到大赞叫好 接着来是一锅非可不可的药腺白甲汤 这锅汤用了五指毛涂和多种滋润养生的药材 咬制而成 味道清润可厚 而且还有保身健体的功效 女士们饮用效果更加好 享受一餐这么滋味的午餐之后 都有着单我们游览中山富有特色的市集 沙江去 这个地方有很多不同特色的东西 想到的又有 想不到的都有 而且价钱实惠 行程另一个景点就是参观中山嘴香园工场 除了有有趣影响打卡位置之外 还有一些介绍最香园的历史物品 团友又可以体验一下亲手制作杏仁饼的过程 当然不少请大家吃杏仁饼 喜欢的话还可以买一些回香港做手信 不经不觉到了晚饭时间 阿卫在车上介绍一下今晚的特色晚餐 原来我们今晚吃的特色餐名叫做 吹胀鱼虾 选用的鱼是有名的 水腹大头鱼 这盘河鲜和海鲜的大集汇 先将不同的海鲜和大头鱼 放在一个大铁窝里面 再用石纸封好 在团友面前 再用中火煮 一个香热的海鲜香味 立即从窝里涌出来 中山花都全场每一个角落 只要淋上香葱和酱油 就可以开餐了 餐厅和酒店的距离不是很远 稍后我们已经回到酒店了 原来酒店一早已经安排了 果汁和热茶给大家喝用 在我喝茶的时候 导游已经安排好房卡给大家了 阿伟还很细心地介绍酒店的设施给大家知道 好好享受一晚舒适的酒店房间 起床之后 自然要享受酒店的自助早餐 餐厅位于酒店的二楼 环境宽敞又好气氛 还会供应多种不同的中西式早餐 自己口味自己选 这碗若善汤底的肉丸汤面 有益又健康 再拿多个西式的腸仔煎蛋 加多件朱古力夹饼 和配多杯鲜铲汁 真是人生一大享受 享受完丰富早餐之后 可以选择一下 行下酒店隔离的商场 很适合 喜欢Shopping 的朋友 不妨选择一下酒店隔离的健身房 如果喜欢做运动的朋友 不妨选择一下酒店里面的健身房 这裏有多种不同的健身器材 还有健身球等设施 给客人享用 做完运动之后 阿伟就带大家去一间出过很多名厨的餐厅 这位陈师傅 是这间店的大厨 在我们来的前一天 他已经熬定了一煲好足料的龙汤 做我们今天吃的 66两足料龙汤鸡煲池 龙汤加入了扇鸡 66两鱼池 还有秘制的材料熬制而成 味道香浓 而且每碗都份量十足 吃到一疏疏的鱼池还可以大口大口吃 之后还向每位团友送上一份 用黑虫露汁炆出来的 花菇扣大疗心 疗心又大又淋 黑虫露汁 香浓无比 这种滋味 简直是非一般的享受 还有其他菜式都很高水准 例如这个烧汁玉珍菇 当你一口咬下这个野味的烧汁菇之后 香甜的菇汁 由玉珍菇滲出来 这两种两极反差的味道 混和在口腔里面 你看看团友吃得多开心 吃完这餐这么出色的午餐之后 大家就带着一个很兴奋的心情 去参观下一个景点 广东小天坛 这里的仿古建筑装修 可以令你自身于 唐宋明清的时期一样 有个千间形形色色的红木商铺 小的有木造的耳环戒指 大的有 百年红木雕缩而成的大佛 都可以令你大开眼界 除了可以影响留念之外 还可以求福许愿 听说好美的 不妨来试一试 行程最后一站 就是带大家去珠海一间 具人气的自作火锅店吃晚饭 这里的食物款式超过百款 有新鲜的火锅配料 出色的烧烤串烧 生满的清蒸海鲜 受小朋友欢迎的甜品蛋糕 还有供应源源不绝的热盘送菜 总之应有尽有数之不尽 一定令你满足又幸福 快乐的时间特别快 又是时候说拜拜 当团友带着满足的感觉的时候 大巴师傅已经用安全又稳定的车速 送了我们回到港珠澳大桥的关口 和两位导游揮手拜拜后 再由珍姐带大家回香港 今次的旅程真是难忘 鲜和甜 香港是喝不到的 收拾机 很少见 香港是没有的 这家酒店我好喜欢 非常喜欢 干净 舒服 不过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可以订阅 按一下铃铃 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最新的影片 我们的影片 我们的影片 可以在一起 感谢观看